Salamualaikum Ramadam Karim 今天我在我们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终于可以得空给大家拍一期vlog 来记录一下我们 在中国成都 的清晨美食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 这里气候真的很舒服 很干净很漂亮 这是四川科技馆 这边是四川博物馆 今天我们要去 成都市 一座非常古老的清晨寺 据说有300多年的历史 然后纯建 纯建历史有100年 26年前 有当地人把现在的清晨寺搬到这个 四川博物馆的后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距离开斋还有10分钟左右 刚好我们去清晨寺开斋 做礼拜 这里就是成都的 皇城清晨寺 皇城清晨寺 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 建筑特色的 清晨寺 很漂亮 门口有很多 清真的小吃 不会我带大家 不会我带大家看一会 这是清真寺的正蒙 我第一次见也就觉得非常漂亮 皇城清真寺 这是清真寺的一楼 这今天是的一楼 这里有一个简介 上面写的是 始建于1677年 但是在1917年的时候摧毁了 但与当年纯建 然后是在1997年的时候 颁置于此 这个地方是 算成都市的市中心吧 这是每天的礼拜时间 这是每天的礼拜时间 这是二楼 等待开架的时候 等待开架的时候 非常缺点 这是清真寺每天免费都提供的 是吧 开架饭是吧 嗯 现在礼拜做完了 现在礼拜做完了 去看看我妈 吃饭在成都 都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面试 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面试 我们去外面试 我们去外面试 清真寺的外面就有好多好多 清真的小吃 好了 清真的标试 这是一家卖牛肉饼的小摊 这是牛肉饼 他们在这里现做 牛肉炫 小葱 这一家卖牛肉饼 还有一家卖牛肉饼 今天我们不吃这个 甚至我们家卖牛肉饼 牛肉卷到面里面 做成一个一个饼 然后放到后面的地方 煎一下 旁边是一家非常出名的火锅店 百年清真牛肉火锅 门口全是排队的人 现在我们如果排队 吃火锅的话多少钱 最少一个半小时 因为前面还有16多 吃一次火锅 我要在门口排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家牛肉面 就这家 要排一个半小时吃饭的火锅店 我们可没那个时间 走 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成都非常特色的川菜 就在我们中国本地 也都非常具有特色 它以辛辣为主 这是我们今天吃饭的餐厅 天荒楼 还是比较 非常中式的一个装修 很漂亮 有很多当地特色的饭 有牛肉和牛杂 小粗 花生油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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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这倒了吗 肉眼可见的辣 还不错 开吃 这很辣 这个很辣 这个提筋吧 麻婆豆腐 这真的很辣 带我下饭 等餐的时候我们去点一点羊肉串 就在这店旁边新疆羊肉串 新蒸 好多饮料 好多饮料 这是羊肚 十元一串 牛肉串 十元一串 羊肉串 十元一串 这是中国人最喜欢吃的东西 烧烤 我们的羊肉串也好了 什么串 什么串 牛肉串 羊肉串 哦 好辣 四川吃完这一条 一点都不用 饭吃了一半 现在就做礼拜了 没时间了 可能我们就迟了 刚才吃的麻婆豆腐 和夫妻飞便是这边 春菇 最具特色的羊道 羊道菜系 以椒麻为主 我们来不及了 肯定吃到了 快跑起来了 一点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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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已经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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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